那我手上這一組是一對二的無線 那我手上這一組雙麥好收音是一對二的無線麥克風 那它的接收器是直接插到你的手機 它就可以直接 那我手上這一組雙麥好收音 那我手上這一組雙麥好收音 它是一個一對二的無線麥克風 所以你可以一個麥克風給別人 一個自己用 或者是你一個想要錄什麼奇怪的環境音 或者是樂器的聲音 或者是你想要呈現給大家的聲音 都可以 那一個就是你在說話的聲音 那它的接收器呢 就是它可以直接插到我們的手機上面 它是寫說不用任何的app 就是直接插到手機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我不知道 我們待會就要來試試看 那它也有一個iOS的版本 但是我現在拿的是一個Type-C的版本 就是給Android用的 就是給Android用的 那我們就直接拿來看看 到底用起來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把它插到手機裡 OK 所以 所以你的使 OK 所以你如果手機 OK 所以你如果 OK 所以你用這個無線麥克風的話 你的手機就會長成這樣 那你說已經佔用你的Type-C孔 怎麼充電 那這個接收器的部分 旁邊有一個USB Type-C的供電孔 所以你可以邊收音 然後邊供電給你的手機 就是你如果在直播的時候 你就不會怕什麼沒電啊 或是怎麼樣電力 OK 所以加上這個接收器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那你想說 它已經佔用你的Type-C了 那怎麼充電呢 它旁邊還有附一個Type-C的充電孔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供電給你的手機 所以你不會佔用你的Type-C孔 你可以同時充電 然後一起使用這個無線麥克風的接收器 那加上無線 那加上這個接收器之後 那加上接收器之後 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那加上接收器 那加上接收器之後 你的手機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突出來一塊 那加上接收器之後 你的手機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突出來一塊 那加上接收器之後 你的手機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那你想說 它佔用你的充電孔 你怎麼充電 你直播會很耗電啊 你這樣子會錄到一半沒電 那這個無線麥克風的旁邊 也附給你一個Type-C充電的孔 所以你可以邊充電邊使用這個無線麥克風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配對一下 看看我們的聲音聽起來怎麼樣 你的手機看起來 我要用這個手機看起來 可以用這個手機看起來 不是嗎 要給我這一點 再想可以用這個手機看起來 是不怕的 用這個手機看起來 不怕的 我可以用這個手機看起來 OK,所以這個是麥克風的聲音嗎?還是不是呢?我也不知道 OK,所以這個是麥克風的聲音嗎?還是不是呢?我也不知道 好可怕 麥克風,123123 插上麥克風123123